好的,ETV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潘老師在這邊教你 主要維持你身體的體重 什麼樣的維持你的血糖 再控制在7以下 所以今天你要好好注意聽囉 家裡面本身就有這個糖尿病的患者 你是擔任那七層最碎唸的 還是帶領他有運動的 你覺得我會 我跟你講我是碎唸又帶運動 唉唷 這個是我絕對不會放過的 那家裡是誰有這個糖尿病的病史 應該這樣說應該是我 因為好像有這個糖尿病的症狀 那他有在打那個就所謂的胰道樹 對,所以那個時候我不太清楚 當然在我結婚之前 那不是我的範圍嘛 我結婚之後我就發現他 唉,醬了 就是你所謂的那個運動之後 他就醬了 他開始比較身體方面變得非常好 然後我會帶著我岳父岳母 跟著我一起動 雖然他們跟我也沒差起碎 但是還是一樣 對,就是 所以你說叫他一直這樣 剛才指引導講 你不能一直跟著我這樣 一直跟著我這樣 可能人很快就要走了 因為沒辦法這樣太累了 可是一天至少要四個鐘頭 沒有停過的 最小時候 所以偶爾會按個鈴 呼喚一起來動一下這樣 對,而且每天 他應該有五天以上 大概差不多六天 因為每一天都會帶他 因為我們在圓山附近 所以我們合併公園就在旁邊 對 所以我會每天帶他 跟他,譬如說跟著我的岳父也好 甚至跟著我的女兒 他們一起到合併公園一起走 去跑 慢慢大概都是 每一次都不會低於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 所以他的心肺不只在一百 他心肺大概在一百二 這麼經常 對,所以他有時候 不時也會跟著我的書 或者跟著我的動作 在家裡面 交互他們的動作 會跟著一起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處 這個好處就是 你會慢慢發現他們精神多了 其實我班上很多 不光只有糖尿病病 任何有身後病的 知道我班上來都OK 一次幫你搞定 好不好 所以大家 待會兒我跟你講 待會兒我們會有一小段 對不對 所以待會兒 我們既然都來了 平常我們今天是不收費的 所以大家可以再去 大家也可以站起來一起動 平常是要收費 老師其實 不如今天敲一套 你可以在家裡 跟著潘老師一起動 我跟你講 你不要覺得自己跟不上 我班上有一個84歲的奶奶 跟了我四年 她說80歲跟了我 跟了四年 沒有一個動作跟我一樣 沒有一個動作 自己研發出來了 對,我放音樂 她跳她 她動她的 大家開心 但是你知道她很健康 就是這樣 現在班上那個70幾歲的 媽媽奶奶都還在 都還在 都跟著一起動 所以待會兒如果說真的 你如果坐在那邊 真的今天很浪費 我們每分鐘幾十萬上下 所以你還這樣 所以老師剛剛講的 這個幾個重點嗎 一個是 一個什麼叫提示呢 是你如果適應環境的能力 它稱之為提示呢 所以你在跟的同時 如果你覺得自己很喘 當然你可以停一下 不要那麼急 不一定要把每個動作跟上 那班老師講的是 就像剛才我們走 自己剛剛講說 30分鐘什麼叫做 有氧運動 15分鐘以上 所散發出來的能量 那稱之為有氧 你如果說我做這個動作也好 你就只跟我走又走也好 15分鐘 你要滿15分鐘 所以為什麼要你做滿 20分鐘、30分鐘 那對你是最好的 然後老師